我現在是最幸福的人 對 知知夜和戴愛子新婚四個多月 及時返回韓國後的姐夫 依舊放閃不手軟 除了秀出鴛鴦夫妻鞋之外 最近他上節目留Quiz on the block 談到當時透過視訊 向戴愛子求婚的場景 忍不住害羞的猛錘留在其胸口 而18日公開的最新預告中 知知夜不只被問求婚細節 更浪漫表示 而當時他為了掩飾身份 會戴上假髮遮眼光頭 來台語戴愛子約會 20年後兩人再次聯絡上 靠著就是戴愛子一直沒變的手機號碼 讓他直呼真的好像命運一樣 知夜談言由於疫情阻擋兩人見面 為了飛到台灣見戴愛子 便霸氣向他求婚 被問到什麼時候覺得結婚結對了 他肉麻的說 說完之後還忍不住傻笑 根本戀愛中的小男孩嘛 而當年他們的戀情 被經紀公司阻擋 這劇夜卻始終對戴愛子難以忘懷 幸好這段戀情 在20年後終於開花結果 核彈集的浪漫發言 都讓劉在喜忍不住出聲阻止 這童話故事般的完美結局 整段直接以母校看完